107章 邝竹师兄一家 邝竹将他的身份令牌拾起 省事的目光扫过他 但他的这种省事却没有让人不快的一味 因为他的目光只是冷淡 没有轻视 墨田哥 墨田哥抬手 是 见过邝竹师兄 邝竹将他的身份令牌抛给他道 你不是两年前就来到丹顶门了吗 这个问题墨田哥早有准备 解释道 我在两年前瑜伽的战斗中 被一只五截妖兽重伤 用秘书顿出之后就失去了知觉 结果这一昏迷就是好几个月 几个月后 我才从昏迷中醒过来 因为身受重伤 不敢出现 就寻了个隐秘之地 藏身起来疗伤 也不知邝竹是不是接受了他的解释 转身绕过数张桌子 在最高的那张桌案上翻翻找找 终于找到了一枚空白的令牌 刻下几个印记丢给他 这是你联盟的身份令牌 以后出示此物就是 多谢邝竹师兄 莫天哥接过新的身份令牌 收入囊中 确定邝竹绕过他又要接手一个伤者 连忙叫道 师兄 你只管做自己的事就是 听到此话 莫天哥有些难以置信 难道师兄不是在此处主事 怎么不分派任务 邝竹却轻轻地哼了一声 说道 任务 只管杀你的要求 有事 我自会通知 哦 莫天哥心中纳闷 但再纳闷他也知道 这位邝竹师兄 看起来并不想被人打扰 就最后问了一个问题 师兄 我若有事相寻 该往谁去 邝竹师玩了一个疗伤法术 抬头看了他一眼 转头换道 小骨子 哎 一个恋气修为的少年 应声而来 邝竹指着他 向着少年道 这位师叔有事要问 你闲着没事 就跟他说说吧 哦 少年嫖下莫天哥 眼珠滴溜溜地 转了一圈 笑道 这位师叔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请跟我来 看着又埋头 检查伤者的矿竹 莫天哥无奈了 不过至少有人 愿意回答他的问题 便向这位少年笑了笑 多谢 这少年将他引至大殿角落 不知从哪里 翻了两张缺腿的椅子 施了个简单的法术 像兮兮地 请他坐下 猜到 可不敢担师叔的谢子 师叔有什么话 尽管问我 不是我吹 周围的事 可没有我不知道的 是吗 这少年态度 不卑不亢 却又笑颜颜的 莫天哥颇有好感 笑道 那好吧 你要答出了 我想知道的事情 我就送你一样好东西 怎么样 少年眼睛一亮 什么好东西 莫天哥摊开手 这是我偶然得来的 你若需要 自用就是 不需要 换几百块连食 也不错 少年好奇地捡起他手心 通体血白的丹药 这个 我不认识 莫天哥暗自笑了笑道 其实我也不肯定 究竟叫什么 不过似乎是治疗 则火入魔的丹药 你可以去问问长辈 运气好的话呢 也许一只大钱 运气不好 可别怪我 这是他炼出来的气性丹 算是几种丹药理 比较不值钱的 少年嘻嘻一笑 把丹药扎了过来 好吧 师叔想问什么 就请问吧 看来你还真自信 还没回答呢 就把丹药收了 少年把玩这丹药 不说话 我想你打听几个人 首先是清泉分的 悬疑试博 其次是他门下的 几个女弟子 最后是清泉师伯 门下的一个弟子 少年眼睛沾了沾道 循师伯半个月前 奋命回山了 眼下应该在太康山 师叔说的 师祖门下的几位女弟子 应该是韩师叔 魏师叔和洛师叔吧 不错 墨天歌含笑点头 这孩子都还真有点门道 如果师叔问的是这三位师叔好不好 我的回答是 不好 如果师叔问的是他们活着没有 答案是 活着 墨天歌一阵 这小子 真是鬼精灵 只是他说的不好 是什么意思 少年似乎看出了他的疑问 这次老老实实地答道 师叔刚才的话 我听到了 我想师叔两年前 应该是跟这三位师叔在一起的吧 看到墨天歌点头 少年又接着说道 当年一战 后来玄音师祖及时赶到 所以三位师叔没有陨落 但是其中 魏师叔和洛师叔 伤势颇重 当时就被送回了台康山 此时 还是我们亲手的 因为韩师叔倒是没事 可是听说 数月前也受了伤 哦 是这样 墨天歌松了口气 他们活着就好 师叔说的 还有一位亲缘师祖 埋下弟子 叫什么名字 他叫叶景文 叶师叔 少年笑道 这可真是巧了 叶师叔最近就在我们这儿了 师叔很快就能见到他 师叔也算是走运了 这个被称为小谷子的少年 滔滔不绝地说道 两年前那场大战 丹顶门几乎被灭 只有部分弟子逃出来 无家可归 可惨了 所以现在天火山 都是我们其他萌派的弟子在此 说到此处 墨天歌急忙打断 那如今丹顶门如何 小谷子化到一半被堵了 断了断才接下去 丹顶门啊 要说当年那场大战 那可真是惨烈 后来又有好几只八街妖兽突袭 结果丹顶门支撑不住 还有原音修士陨落了呢 最后丹顶门剩下的两位原音师祖 带着精英弟子逃离天火山 甚至发动了门派秘书 才包住了香火 眼下丹顶门的修士 就在附近的西领山落脚 听说 为此丹顶门的原音祖师 大发雷霆 指责其他有派 没有伸出援手 不过嘛 他们丹顶门沦落至此 也只能依靠其他六道派 也不敢真的翻脸 这小谷子脸色得意 似乎丹顶门落到如此境地 是他做的一般 让墨天歌有些好笑 不过六道派恐怕也是如他一般的态度 如今丹顶门如此 既打压了丹顶门的使力 又保住了他们的香火 以后丹顶门还得依靠他们东山再起 自然得听他们的 说不准 直接把丹顶门变成一个为自己炼丹的盟派 那就最好了 当然丹顶门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不管怎么样 有两个原因修士在 根基就还在 要崛起 还有机会 小谷子说起了性质 不管墨天歌问没问 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 我说师叔 你也厉害啊 当年那场大战 听说你可是被一只五节双头鹰追着 居然一点事也没有 墨天歌有些诧异 你从何处得知 小谷子一下针大眼 师叔你不知道吗 你的事情 我们玄机门很多人都知道呢 墨天歌一阵 这是怎么回事 当年丹顶门大战 筑机修士之中 突然出现两只五节妖术 结果 其中一只被师叔引走 大战之后就有好多人说 我们玄机门弟子 可真是厉害 一个筑机中期修士 居然能单独面对五节妖术 小谷子难脸的线色 又惋惜到 可惜玄音师祖后来赶到 把那两只五节妖术灭杀了 却找不到师叔的踪迹 许多人都以为师叔陨落了 为此 当初掌门人还夸了清泉分弟子呢 是吗 如此说来 他当初岂不是一战成名 小谷子笑嘻嘻地点头 可不是吗 师叔刚才一进来 矿竹师兄报出名字 我就认出来了 没想到师叔居然一点吃也没有 这可好了 回去一定会受到门派嘉奖 莫天哥微微一笑 嘉奖不嘉奖 他倒不在意 门派对他满意 那就够了 对了 小谷子道 师叔 立即到此 就归我们前门领助力管辖 若有什么杂事要办 只管来找我和小醉就是 说着他指着 跟在小白身后忙碌的一个小姑娘 果然与他长得有些相像 那就多谢你了 莫天哥正有一件事 不知怎么处理 对了 我到此处 要做什么 住在哪里 小谷子答道 我们注底的修饰 每个月最少出去杀一次央兽就行 其他时间就留在住地 说着大声叫道 小醉 跟在小白身后的那小姑娘 听到声音 赶紧跑过来 哥 什么事 小谷子指着莫天哥 这是新来的师叔 你找个地方 让他住下吧 哦 小醉向莫天哥行了一礼 想了想 解释道 这位师叔 我们住地女修不多 房间也不多 你要不介意的话 跟我一起住如何 墨天哥 墨天哥只不过是明面上找个住处 到时候还是要见徐天静 当然不想与他人同住 便道 如果不方便安排的话 我可否在附近寻个地方 这 小醉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兄长 爽快道 师叔不见怪 我们自然没有意见 不过希望师叔找的地方就在住地中 免得有什么危险来不及 墨天哥笑道 这是自然 小醉还没来得及说话 那个换作小白的青年便朝这边打了个手势 见状 小谷子便道 那小醉 你去忙吧 我陪师叔四处看看 墨天哥听他如此说 便也没有推辞 小醉便匆匆行过一里 告退了 小醉走了之后 小谷子便引着墨天哥往后山而去 到两人走到僻尽处 那小谷子又开口道 随时住地 但昆武联盟到底是几派混居 妖兽之战打到这个份上 几派之间也不可能完全和谐 师叔是我们玄清门的人 有几处地方 咱们还是避开的好 墨天哥文言笑了笑 对联盟是否和谐之事 也不打算深入了解 只是问道 对了 邝主师兄不管是吗 小谷子苦笑道 师叔有所不知 邝主师兄主要修习的是炼丹疗伤之术 不爱插手这事 杂事都有我和我妹妹小醉管 他和白师兄只管治疗伤者 哦 这可真是奇怪的关系 他说的白师兄 好像是那住击初期的少年 被邝主师兄换作小白的 咱们两个住击期的 只管治疗伤者 都让恋起期的弟子 管理调度之事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